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这个近来啊 这个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是不太好看 那金融乱象也是平人了 这个P2P网贷平台现在正在全面的清查 这个爆雷事件影响的确也很大 所以现在连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 他都以这个糟糕terrible这样子来形容 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那也是因为这个背景 现在一些人就开始在唱衰中国 甚至夸大联想说习近平的政权不稳 这个什么人又又又又又做了哪些动作了 或者说他又几天没跟别人见了面等等 好 这些的说法要不是说可能某一些 也许像海外有一些跟中共的敌对势力 他们可能有一些别有想法 那再不然就是对中国大陆的体制 基本上是并不是不够了解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大陆的经济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 这个地方债太高也是一个问题 进出口的衰退 这些大概都是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 那么还是很充足的 那第一个比如说大陆的这个地方债是很高 可是第一个它并不是外债 它是内债 那只要中央政府能够去继续的做一个宏观的调控 地方债并不会有引起这个倒闭的问题 而且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负债比例是比较低的 他手上的资金是非常的充沛 那大陆的消费力这个条件应该说还是有在 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崩溃 这个政权不稳 这一些情况来形容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 我觉得都跟实际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但是大陆的确它现在本身的发展 面临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外的一个挑战 美中贸易这是一个外在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挑战 它内在的挑战呢 就是说它这一套这种维权力是上 就是说以权力为集中为主的这样的一套体制 那么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 虽然说集中力量办大事 那么的确也造成了带来了一个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 最多人数的集体的经济上的一个发展的成果 但是它留下来的问题 其实也越来越明显 那么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在习近平上台来以后 改变这个韬光养晦 那开始要对外争雄 那么这个上头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意象 那么底下当然就有很多人揣摩 那么就会往这个地方去 那这一套体制呢 又会让这一类的这样子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银河上益的这种风气就会夸大 这简单说就是如果以前文化大革命 是因为毛泽东的浩大喜功 那么底下人因此造成很多冤错假案的话 那大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变成因为要迎合整个体制上 那么已经不再韬光养晦 那所以呢变成说要这个直接的 这个去诉诸 我有多厉害 所谓厉害了我的国了 那这种氛围 它带来的影响会有多大 举几个例子 我们刚看到 这个本来胡安刚 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的院长 因为他去讲了这个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 那么这个之前受到热捧 被当做国师嘛 那现在因为中兴 就中美贸易战之后 中兴通讯这件事情 让中国大陆这个在科技 特别是科研方面的这个弱点 暴露无遗 那么也让胡安刚这样的论调 这个一下子破产 那么胡安刚的心力扫地 但不只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看到最近的一个情况 就是大陆这个有一个号称打破美国垄断了 唯一属于中国人的浏览器内核 就是所谓的这个红心 Red Core红心浏览器 红心浏览器 结果呢就被踢爆 说这个红心浏览器 号称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浏览器的内核 结果被踢爆 他是以Google的这个浏览器ChromeCHROME两年前的一个旧款的内核 去换壳打造的 那第一时间曝光了之后 红心的老板公司还否认抄袭 那说他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的创新 好 结果经过几天的扰攘之后 现在上个礼拜五他们终于致歉了 那么承认说 这个他们是借用别人的技术 那不应该特别强调所谓的国产自主 那么给公众带来误导 这是一件很明显的一个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想要赶超 那么中心的事件之后 那让大家会觉得说 要赶快的能够把它 这个时候你社会上非常需要有一个中国制造的一个东西 那红心就是投这样的所好 可是这个问题还不只是说这家公司的这种躁进的情况 因为他最近才刚刚新一轮的筹资 这个募资募到了2.5亿元的人民币 这一轮的融资 好 那如果说他这个技术并不像他所讲的这样子的话 那么各个资本们资本方的提供者 大家知道这个融资者他很多资金也不是他口袋的 好像向这位大众来募资 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私募基金去投资的 那这一些做这个投资的人 难道都不做一些技术评估吗 都不做一个就是说 你今天拿着别人的钱来做这个投资 那今天有一个家伙 号称说是中国的这个原创的一个 这个芯片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要不要做一点专业的考核 显然没有嘛 这2.5亿的这一轮的融资 大家就投下去了 好这就表明说 马马虎虎 每一个环节都马马虎虎 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做这种烂好人 或者说都别有所图了 那但是呢 这个就让整个社会 这种专业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跟形象 更加难以建立 那么讲到这一个贫贱的问题 听众朋友不晓听过没有 大陆有一个叫大公评级 这个大公评级 它是大陆自创的 那么它主要就是也要建立一个 就是说跟国际上很多的评级机构 什么木迪什么等等这些的 那么前几年 他们有一批人就很不满 这个每一次 这个这些国际的评级机构 讲到中国总是没有好话 那么结果他们就自己 创立一个大公评级 那么号称是中国的这个 他们也来评美国 评欧洲 当然也评中国 那么评出的内容 当然跟这一些西方的 这是不太一样的 结果出了什么事情呢 结果这个最近 这个上个礼拜五 也是大陆的这个几个相关的机构 包括证监会 包括银行间的市场交易协商 交易商的协会 那么就公开出来 说这个大公评级 这个机构 那么在为相关的发行者提供的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 又直接向他们收费 而且是高额的费用 这是严重违反的一个独立 这个专业的一个原则 所以要暂停核发该公司 在在市相关业务一年 那么这个另外呢 这个这个证监会的话呢 那么也做出同样的一个指控 而且要暂停啊 大公评级旗下 大公国际证券评级业务一年 好 这个一样的道理啊 就是说他这个专业的毅力啊 没有没有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本来这种评级机构最重要的一点 他能够在国在市在业界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 就是大家信任你的专业啊 那结果现在被抓出来说啊 你在评级人家的时候啊 那么还去主动跟人家要要要要咨询费啊 收取高额的费用了啊 这有点像说米其林啊 在米其林发行的杂志啊 去评这个旅馆啊 评餐厅啊 那主动去跟人家要钱啊 那我不敢说他完全没有这回事啊 但是你这个事情只一旦被揭发出来之后 你的公信力就破产了啊 那大陆现在我认为啊 如果要讲今天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啊 其实严格讲美国啦 整等这些啊 大概其中选举过后可能都会结束啊 两岸的问题对大陆来讲 他本来也不是把它放在最重要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 大陆本身在这个所谓的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在所谓的中国国力的综合提升的过程当中啊 要怎么样啊 让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党跟政治以外的部门 社会上有一个专业的这样子的这个空间的一个存在啊 也就是说啊 不再是以政治决定一切啊 因为政治决定一切啊 你让专业社会上 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你让社会上的专业的这个空间啊 没有办法建立的话 所有的人脑袋在笨 他都会往里头去钻啊 钻政治钻空间的啊 那你这样子的话 这个永远啊 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非常的成熟啊 等等的啊 好 我们今天要邀请啊 这个著名的评论者啊 也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永平啊 那永平这个最近这几年啊 都在两岸的这个文创的部分啊 着力很多啊 他也对两岸社会 对中国大陆啊 有很多第一手的观察啊 那非常值得来 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啊 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邀请到啊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啊 也是我的老朋友 永平早 社长早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是 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啊 有没有觉得很亲切啊 其实我会组织这个 节目啊 跟他有关系啊 差不多八九年前啊 他在另外一个电台 有一个节目啊 专门在谈时事两岸啊 他那时候邀请我一个礼拜去上 一次的节目嘛 一个礼拜的节目 对对对 后来我们这样的合作了好多年 我们一直合作到大概三两三年前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这样让我发现到广播的可能啊 是 让我发现到广播的可能 而且广播节目其实影响比很多朋友想的还要深远 对 因为我已经不做这个广播节目也差不多 对 我看快要三年了吧 是是 结果我到现在坐计程车啊 有时候只是跟这个我们计程车的 问奖大哥啊 讲一个地址 他就说哎呀你是谁谁谁 我知道 他们听到那个声音 对对对 他完全听声音认出来 所以这个 郝社长未来可能 在主持一段时间呢 我们的开车组的朋友都很熟悉 不只啊 我当时只是一个礼拜当一次来宾啊 是 一些事迹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了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广播的确 而且现在很多人收听广播 不是只有在收音机嘛 对 现在手机的平台啊 电脑网路 甚至节目过后丢到YouTube三分区 还有更多的 其实黄市长您提到这个 我觉得题材也蛮有关系的 对 因为事实上现在两岸关系 还有整个中国崛起啊 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是 可是台湾方面啊 整体媒体环境呢 嗯 却有很内缩的情况 对 就说大家都只关心自己 呃 这个国内 一些很很琐碎的小事情 眼睛都看着脚底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就有一种资讯焦虑感 嗯 因为就会担心说 诶世界变化那么大 对岸的中国大陆变化那么快速 那么大 是是 那可是不管好的坏的呢 很多的深入讨论的机会 没有太多的呃听到或看到 所以我觉得广播节目 确实在这个领域来讲 比起整体媒体来讲 还填补了一个空缺 你讲的没错 我们节目就专门锁定谈国际跟两岸 是 那么跟台湾有关的 那当然跟对岸有关 好 今天请你来 先请跟你跟大家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我知道这几年啊 这个你非常用心的把过去在台湾从事文创 那特别是我们讲文创的力量对于这个农村的振兴 我们以前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区营造 这个台湾是走在前面 而且有很多经验 那大陆现在呢 其实他们在新的也是建 类似我们当年的美丽农村 这个一方面是配合全面脱贫 小康 那另一方面呢 也希望给这个新的农村的这个这个建设有个新的一个风貌 跟我们分享一下 把这几年到大陆交流一些经验 对 我想社长 我可能稍微给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因为我2011年离开市政府之后呢 其实我有很多的机会啊 到中国大陆去做文创方面的推广啊 还有两岸的一些文化文创方面的经验分享 那这样的事情呢 我去年做了一个统计啊 我自己都吃了一斤 去年是2017年底嘛 我从2011年到17年底 到中国大陆去进行受邀请的演讲分享 不是我自己好像去发动去组织的 只是大家的邀请 这样子我已经讲了200场了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也经常会跟很多朋友这个来分析我的感受 就是说这也说明大陆的一种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说我从11年到现在18年呢 这这七八年间我第一个我亲眼见证大陆 所谓崛起是什么概念 是什么什么方向啊 那当然这里我刚才也听了您前面的那段分析 好的坏的都有 但是我有一个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200场去各个不同的地方 总会带我到很多地方去看看 我也亲眼目睹了他的很多所谓的不同 什么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不同城市啊 他们发展的这个轨迹等等 但更重要的是说呢 为什么文创在过去 我从11年啊 前期没有频率那么高 到去年前年前 大概16年下半年到17年到今年18年的这个上半年 频率非常之之密集啊 甚至我的邀请呢 有的时候都排到互相冲突的情况 对 那原因何在呢 一个是说人啊 有了钱啊 才会去思考说一些生活品质的事情啊 所以文创在这个需求里面变很强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也因应中国大陆所谓这个改革开放经济的一个变化 因为你原先 这跟台湾路径蛮像的 你原先去整天帮人家代工等等的啊 你做这个什么OEM ODM 结果你就发现说 哇这利润那么薄 好 那我就赶快要开始做品牌等等 那中国大陆跟台湾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 大陆内需市场非常之大 是 所以他们总会到一个地步会认为说 我如果不做品牌 那我们这么大的市场呢 都给别的人的品牌 我的占据了 那我自己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事情第一个 他的文创觉悟在于说 他自己大陆内需市场的起来 那第二个呢 跟您刚才讲的这个乡村振兴就有关系了 因为大陆在去年底这个十九大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他习近平有一个很大的宣誓 这个宣誓就是说 他有一个非做到不可的目标 就是在未来三年啊 他要让中国大陆的这个农村 大概三千多万人口全面脱贫 那当时标举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虽然大家也知道 这个习大大一言九鼎啊 大陆表面上媒体啊 去批评他的 看的并不多 可是内部当然你多少还是会听到很多 比较怀疑的声音 怀疑的声音呢 其实就是出在说大陆那种体制 很多人会认为说 那你这个农村里面穷乡僻壤 你要脱贫 你在数字上达到三千多万人 有河南 对不对 你就 就算那一刻的时候把每个人都可以填满 接下来怎么办 是社长 其实说真的 您对大陆也很熟悉 你光想 以他的财政 他的贫穷村 你那个省方或者怎么样 哪里给他支柱一下 你光发钱 他可能就脱了贫穷线 对 但是接下来 对 所以这一次我倒是观察到呢 大陆认为他们这次的这个脱贫呢 不能脱假的 要永续 不能做表面功夫 然后他们本来认为的那种 所谓脱贫的方案啊 在农村里面呢 经常他以前很会做的那种 拉动模式呢 又做不来 嗯 譬如说大陆以前那个经济拉动模式呢 往往是去找到一个很了不起的大投资 然后跑到地方不管是用什么工业财业啦 就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呢 习近平其实他上任以来呢 对中国大陆最大的改变 其实我的观察是环保 是环保 因为他在2003年哦 在浙江做那个一把手书记的时候啊去那个安吉讲出的那个绿水青山就是青山 现在你在中国大陆非常多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啊有一个乡村山野之前然后前面就弄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石块啊 然后这个石块这个碑文上面就是写这几个字 那所以你想想看你从他的农村的角度你既不能够过度开发 你不能够引入工业 你又不能再做房地产开发 那请问你要怎样脱贫致富 那就得往文化方面去思考 这个时候台湾经验就弥足珍贵 所以您刚才破题的时候讲说他这波乡村振兴不仅我去分享文创经验有这么多的需求 其实我我已经在大陆看到很多台湾有经验的社造团队 有经验的过去在台湾的过去十几年来 在地方上结合文创的力量把我们的一产业就是农产品 二产业这个工业这个加工产品 然后深加工整个用文创三产的这个方式转型提升 直接变六产业的这些有能力的专家 设计师农业休闲农员的业者 这个各种观光文旅的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现在基本上在大陆呢 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欢迎跟礼遇 那都希望大陆的方面都希望说这个经验能够过去 是好这个显然照刚才永平讲的 现在文创这一块在整个大陆这个乡村振兴 他们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这当中我们看到他也给我们当然一个是台湾经验 看起来又是另外一波有价值的地方了 但是两岸还可以有怎么样的合作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跟永平来聊 POP状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刚刚这一段节目我们请永平分享 这几年到大陆去 那么做这个文创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那他也提到说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 在各地方从事文创的人 在大陆各个他们这个所谓的乡村重建 美丽乡村的这些建设当中也参与了角色 所以其实他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图像 会让大家有一种就是说 你不要看现在两岸关系 好像今天这个事明天那个事 弄得大家很怎么样 其实互相的这种 我们讲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交流 各个层面还是在进行的 对黄市长其实您讲这个 我的感触就很深 就说我们经常在讲两岸关系 很多的发展问题 就说你要怎么样能够永续的 然后两岸都共好呢 很简单就是你绝对不能够说 单方面得到好处 然后另外一方面一直付出 譬如说早期的台湾很有钱 大陆很穷的时候 台湾人就哇很很很以止气使 觉得说有优越感 都是我们去带领你 可是后来大陆很快就有钱了 台湾相对就觉得被穷了 那台湾就有一批人就会觉得说 那你要对我让利 你什么都要那个 可是我经常讲 其实两岸关系跟人际关系都一样 你人跟人交往 你如果没有互相 你帮衬我 我帮衬你 这四个交往怎么会长久呢 不能长久 那我觉得现在大陆在讲的 这个乡村振兴呢 是一个对台湾来说 最好的两边携手合作 而且呢 它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压力 那也没有什么 大家现在整天在吵架的这些问题 可是呢 却能够真正的让两岸的 不管是友谊 人心 或者永续发展呢 都有一个迈入一个新的好的领域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只要想想看 台湾用这种比较软性的手法呢 去解决很多乡村的 在在算是大陆叫振兴啦 台湾可能叫做重生重建 因为农村凋敝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后果 你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对人类社会 全世界有多大的帮助 譬如说我经常去大陆 很多比较偏乡地方去演讲 我的目标就是什么呢 不能让他们再次污染 对不对 那你把台湾的经验传播给他 你不只是文创 你还有土壤富裕 还有垃圾分类 还有很多的这些好的经验过去呢 你想想看大陆量体那么大 如果大陆能够解决 这种不要污染 比较文明进化的情况 其实全世界人类都受益 而且呢 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湾人的角色很明显的话 那其实两岸你说 现在一般的民众 他对于台湾的这个情感 就不会受到那种 很虚浮的这种媒体关系 然后大家喊打喊杀的这种 很不愉快的事情所影响 讲得非常有道理 而且有一点 我跟着也发挥一下 就是说我们台湾社会 要理解到这个大陆 有些事情我们要有一个 足够就是说客观的角度看 比如说我们以前 闲大陆很多环境污染 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 结果你看看从去年开始 大陆现在开始不收洋垃圾 不收国外 以前大陆因为要脱贫 那么就是国际上很多的 这种工业后的产品 或者这个 这个所谓可以回收的部分 就大量的从美国 从日本 从欧洲到中国大陆去 他们再有人下去 把它拆解 洗涤 清出来 这当然也留下很多的污染 但是可以产生一些回收 跟经济效益 但是大陆现在觉得说 他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他不要了 好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会发现一点 结果大陆这个动作一出来之后 现在美国的这些回收业者 一个头两个大 垃圾没地方去 欧洲也垃圾没地方去 日本垃圾没地方去了 那最近呢 开始有一些台湾的业者 私下偷偷的去把洋垃圾进来 弄进来台湾 弄进来台湾 最近有查获到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我们会讲说 那个地方就是落后 你看很脏 等等 你看看 现在人家已经 我不要再做 我自己产的垃圾 我自己处理 但是我不再用经济的角度 来进口国际的垃圾 进来的 它的影响就全世界的影响 而且我觉得台湾在理解大陆这些发展的时候 一定要很留意 大陆一直有一个我经常在观察 跟那个我们看到那个互联网金融 那个 P2P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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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现金交易 对 就是使用什么支付宝 微信支付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让世界很震惊 觉得说 你怎么好像后发先至 其实它很多的问题会用这种解决方案 譬如说 所谓的这个环保 当然我们今天我必须讲 我看到它的落差还很大 因为就像刚才社长讲的 它有些地方工业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它也在一个过程 可是因为大陆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间点 是在2000年以后 大概甚至是2010年之后 所以它现在采用的很多的科技 还有思维跟标准呢 其实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市 虽然我不是管那个环保这一块的副市长 可是我多好有一点了解 它有些采取的这个做法 特别在科技端 还比我们当年做的先进 它本来很多时候 包含垃圾分类等等的很多技术 是跑来台湾学习的 可是这几年呢 因为有些事情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当年做的时候 我们用当年可以提供的技术 那现在大陆做 因为它又那么大 它的量体很大 所以全世界好的科技都会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大陆看很多问题 不能够用一个很一成不变 甚至不能够用台湾经验来理解 因为大陆的发展经验呢 跟台湾的所有落差都太过巨大 对你讲的没有错 这个规模 所谓的量变带来质变 就这个道理了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在台湾讲 我们的企业也不想一直做代工嘛 想要打品牌啊 但是很困难 但是中国大陆它理论上 以它那么大的市场规模 同一个产业类比 它要打出两三个好品牌 是理论上是存在的 不止两三个 对啊对啊 它现在品牌激烈竞争 品牌激烈竞争嘛 对 好那我们还是回过头 再谈一下 就是两岸的交流的部分 因为最近大陆通过了一个台湾的居民 可以申请这个居住证 那9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 当然时间点上刚好 因为它公布这个消息 刚好就是85度C事件发生的时候了 永平这两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这个所谓居住证这个问题 这几天啊 因为我的邮箱啊 都固定会收到我们台湾这个陆委会的邮件 那他就一直有发这个邮件来呢 针对这个事件呢 表示我们官方陆委会的立场 然后他就一直在说 到底中国大陆发居住证这个问题 会不会违反我们台湾的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因为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目前的法律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你不能够入大陆的国籍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 甚至不能取得它的户籍 当然这是两件事 两个事是同一个事啦 你要得到它的户籍 你也必须有它的国籍 对 那如果一旦这样 那台湾方面就会完全 把你的这个国籍户籍 奴隶案嘛 对对就撤销 好那所以到底这个18嘛 是不是构成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呢 我们陆委会说他还要研究 要看他们实际公布的情况 那这个这个我先说我们陆委会的情形 然后我现在来讲 我对大陆这个事情的了解 是 第一个我认为大陆这次的这个做法 对 他并不是不理解台湾有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我也不认为到最后他公布的会 去触犯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为什么呢社长因为您就很清楚知道 在这次所谓的这个居住证这里面呢 其实他背后真正意涵的是 他会给给有居住证的这个人的身份的号码 就是类似我们台湾 呃大陆叫身份证 我们台湾叫身份证大陆就是他那个居那个 卡那个叫什么卡 对那那他就是要把他变成台湾的人 也变成跟他的那个号码一样有18码 对那18码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今年初就是那个会台31项的时候 台胞证台胞证的时候就已经有谈到了 对那您想想看如果他今天不是从居住证开始 而是说他直接把台胞证就给你换18码 那真的是拿台胞证就是变成他的国民身份证了 不能说变成 因为他的国民身份证我再讲一遍 从大陆的体系来讲 他一样你要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才有户籍 对才会有户籍 所以你要所以我才会讲你这个居住证也好 这个就跟美国那个绿卡 对你有一个居住证 可是你要去声称说这个居住证触犯到了你的国籍跟户籍呢 这个是说不通的 了解 那所以他这个18码呢 我认为是他一个要全面性的把台胞证改成18码的一个过渡阶段 因为当时在今年这个所谓31条推出之后呢 马上就有很多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居住的台商 台就是台包台客台生 就是去工作的人呢 他们通通都在反映这18码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理解 现在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在各方面电子化呢 网路化其实超越台湾很多的社会 了解 所以你没有那个号码呢 你会造成很多生活的不便 譬如说你领高铁票 对 对了解 好 这个情况 两岸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台湾 基本上我们是承认双重国籍 除了中国大陆不行以外 中国大陆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除了台湾的以外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你可以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同时也有可以当他那边的一些方便 比如说卢立安 大陆并没有直接要求你先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当然是因为他不承认你这个国籍的一个效力 好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要跟永平 我们最后一段要来聊一聊选举 因为他也是以前选谈的老将 而且在台北市 那么从局长到副市长 是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 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这个国民党主席吴敦一 在上个礼拜 据天后晚报报导 说中常会上他提到今年的选举 他说对国民党来讲 新北市这场选战是生存之战 台中市呢 这场选战是胜负之战 那高雄市的话 就是翻天覆地之战 这意思大概就是说 新北市是一定要赢的 那台中市如果赢的话 就是整个党就赢了 那高雄市呢 高雄市他讲翻天覆地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韩国语 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意思 对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他唯一没讲的是台北市 台北市 那台北市也很有意思 因为刚好上个礼拜 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还对柯P做了一个 陈轩石是他们这边的特派 做了一个大概1分45秒的 一个小专题报导 甚至还提到说 他也引述台湾的观察家 说他可能在2020的时候 会有他的角色 永平你是选举老将 我刚刚丢了这些议题 你来做一个评论一下吧 第一个 吴主席 第一个我想吴主席的定位 跟一般我们外界在看呢 差异也并不大 那可能我想黄社长 特别关心的是说 从国民党的角度呢 为什么很想回避台北市 去定一个位 因为这点来讲呢 第一个台北市确实很难定位 那台北市现在是不是 丁守中一定没有希望呢 我看也未必 因为毕竟这个台北 还是有基本盘的问题 那科P还是没有基层组织的问题 那特别民进党方面 真的要眼看着 党提名的候选人 最后只拿10%不到的选票吗 那这个后续效应 已经不是只是台北市 或者是姚文志个人的问题了 所以第一个台北很难定位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们就政治大局看呢 柯文哲赢台北市 或者是输台北市 或者是他要不要阻挡 或者是他2020要不要出来 变成蔡英文或者其他人的对手呢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缴获在这场台北市之战 所以这里头也造成很多的选民 他在投票的时候 或者现在在表达所谓台北市长意愿的时候 他有太过复杂的思考 有的人想的是我此刻的台北市 因为你如果拉到只是市长跟市政层次的话 我想比较客观来讲呢 大部分人都并不觉得柯文哲做的理想 尤其他跟前面的市长来说 他的政绩可以说很贫乏 那但是相对来讲 在政治上面呢 他的角色因为很有趣 而且这个有趣呢 会使得不同的势力呢 对他可能有所不同的期待吧 比如说从蓝营的角度 可能会认为说 那柯文哲不错啊 他会大闹民进党啊 他会让民进党分裂啊 所以我投台北市这一场 我还要考虑到是政党的关系 考虑到2020的影响 就是说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是这样 可是有些人 也有可能百分之几的人有这样的想法 那从绿营也会有很多的复杂的影响 绿营也会同步的有这个想法 就说绿营的想法是另外一路的 从蓝营的角度呢 他认为如果柯文哲自己阻挡出来 他不就分裂了民进党了吗 他认为这样子 对对对分裂了绿营了吗 那可是从绿营的角度呢 他会认为说那柯P本来就是我们绿的啊 那他出来他起码比蔡英文要好啊 也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要我解释 为什么柯文哲在一个感觉耍萌卖萌 弄网路跟年轻人的背后 还有很多非年轻人的主力 在他市政的政绩如此贫乏的情况下 还对他有所期待跟支持 而且是蓝绿都有呢 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他给大家对于2020的想法 但是某一种角度我们先顾且不论说年轻人对柯P好像情有独钟 这个之外 其实柯P的串出是不是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过去蓝绿的这样的一个局限 我不要讲说恶斗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用恶斗两个字 也是这样的一种反弹的情绪 当然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现在的问题只是处在 你所谓的这个蓝绿的局限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层面 可是如果跟我们这个节目刚才上面那个 我们比较关注的两岸问题合在一起来谈 就是柯P所谓的两岸一加七呢 他并没有真正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今天他在一个市长市政层级 他可能在就他以绿营泛绿阵营的角度 他可能得到一个中国大陆对岸比较多的善意 可是这个善意在他如果心真的有企图要再往上一层 他没有存在九二共识 那是不够的 是是是是过不了关的 我懂你意思 因为现在大陆把它看作是一个制衡这个立营的一个可能有用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讲要两岸一加亲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陆就可以 我觉得大陆的打算也很明显 因为大陆跟我们台湾现在大家理解都一样嘛 蔡英文那么弱 那如果民进党要取而代之的话 那你弄一个自己多次宣誓是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这个大陆不不乐见嘛 所以大陆有意无意的去把柯文哲弄起来 除了他讲了两岸一加亲以外 最重要是他想要拿他来制衡这个赖清德 等于算是从大陆来讲了 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认为这叫买保险 可是柯文哲是不是一个保险 不知道可是也很有意思 我发现丽颖也有一些人在给柯文哲抹红 也抹红 但最近的新的变化真的看得眼花缭乱 时代力量好像内部又分裂了 挺苛跟反苛好像也不太一致 好这场选局 你刚刚这样一分析 的确台北市的情况 台北市跟其他地方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自从14年的民进党做出了当时的不提名之后 黄社长我再讲一个分析 我们如果用国民党跟民进党所谓输赢来说好了 台北市就算丁守中没有赢柯文哲还是连任 国民党并没有输 因为他就是回到云状而已 对对对跟14年 那民进党台北市提了名 而又输到票很惨 跟上一次比起来更惨 更惨所以当时其实你真要讲台北市这局对谁的压力比较大来说 我认为对民进党的压力呢 远大过对国民党的压力 我只是说国民党大家以前认为说台北市应该是蓝颖的大本领 没有甚至对对于民众来讲你如果都已经绿营都提名了你竟然还拿不回来 大家会觉得心态上会让你这个党大家觉得更看顺利 好我们期待最后的选前啊 看看这个吴主席啊 能不能台北市也表达一下他的看法 好谢谢永平 我们节目进到这里明天见 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POP最正典